只要你要 成功就会来 欢迎来到一南洋晋国新风专男系列26 大家好 很久没见 这一次的专男我很想分享的是 成功不是偶然 失败不是必然的 怎么说呢 这一段话我从很多年前 时常就会告诉我自己 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 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是很烦恼的时候 我都会自己告诉我自己 成功不是偶然 失败不是必然的 成功不是偶然的意思是 很多人做生意的 或者是打工的 都希望自己的人生 有着一个成功的人生 怎样才算是成功的人生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 或者是生存 都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经济 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收入 每一个成功人士 他们去分享他们的经验 或者是讲很多的人生道理 或者是讲很多的那种的 纪律的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我深深的感受得到就是 成功人 他们真的是遇过很多很多次的失败 所以才能够累积那么多精华 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 到底成功的背后有多少的付出呢 当你设定告诉自己 10年后或者是20年后 你想要成为谁之后 然后现在就要立刻开心 以那个目标 增向那个目标 有了目标 有了梦想 然后如何怎样去设计 让自己走这个成功道路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团队 尤其是同事或者是伙伴或者是团队 这些都关系到人性 那么我们要与怎样的人 跟我们一起去奋动努力 超向我们的目标和梦想呢 这是非常非常的考验 因为一种你两千种人 合拍不合拍 沟通的好吗 或者是大家可以同生同气 大家有没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梦想 大家会不会有这一个 有困难的时候 有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出来当当这一个问题 然后一起去解决 而不是逃避 而不是永远就是找借口 所以我们要找对的同事还有团队 这个真的是不简单 接下来就是失败不是必然的 对自己要有信心 当遇到挫折的时候 或者是失败的时候 自己认为是失败的时候 必须要爬起来 那到最后也不算是失败 但是有一种我认为是有失败的 就是人性 人性有成功的劣质 也有失败的劣质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怎样的人 就出怎样的产品 怎样的人 就做怎样的生意 怎样的人 就做出怎样的效果 所以我认为 每一个东西都处于来自人性 那么最重要就是要成功做事情必须要对自己有要求 不能够妈妈补补 我在11月份的时候上了9天的课程 让我在我的自己本身的品质上又提升了 这世界很大 什么人都有 什么事情都会有 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学得完的 学无此境 永远要抱着这一种的心态 那么成功不是偶然 最后呢 我想说 距离2022年还有一个月 所以我在这里祝大家信想师承 梦想成真 记得点赞 还有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一起鼓励更多人加油 各位朋友